各位观众好 欢迎收看台北时间11月30日 新闻时时报 我是梁燕 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以及联邦众议员史密斯 28日联明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蒂德森 敦促他能利用美国法律 禁止中国人权侵害者 踏入美国国土 或是使用美国的金融体系 他们列出的名单包括 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 和北京公安局副部长副局长陶金 同时信中也希望国务院 能针对刘晓波在狱中死亡 他的妻子刘霞被软禁 以及709律师大抓捕等人权案件 彻查该负责的人并给予惩罚 美国国会及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 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以及联邦众议员史密斯 星期二向国务院发出一封公开信 信中列出中国人权侵害者 并呼吁国务卿蒂德森 依照全球马格尼茨基法 和弗兰克沃尔夫国际宗教自由法案 对他们进行严格制裁 让那些参与践踏人权者 无促藏身 制裁范围应该包括高层官员到基层工作人员 美国之音报导 信中还向蒂乐森提供了一份名单 这份名单包括中共公安部副部长傅政华 和北京公安局副局长陶金 事实上傅政华和陶金早在今年9月 就被全球23个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团体 列在全球人权恶棍名单上 两人主要是因为迫害人权人士曹顺利致死 而名列其中 2013年9月14号 曹顺利受邀前往日内瓦参加人权培训会议 却被中共在机场秘密逮捕后迫害致死 此外 信中也敦促国务院因针对导致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刘晓波死亡的侵害者展开调查 他们认为 刘晓波是中国最著名的政治犯 如果他和妻子刘霞所遭受的侵犯 都可以不受到惩罚 这只会助长中国政府的镇压和残暴 同时两位议员也认为 全球马格尼茨基人权问责法案 也适用于那些迫害709案其他律师的中国有关官员 建议国务院对这些人展开调查 709案是指2019年7月9日 中国公安开始对300多位中国律师 民间异议人士和上访民众以及他们的亲属 进行大规模的逮捕传唤和刑事拘留事件 被迫害的律师和维权人士 在被关押期间普遍受到酷刑折磨 有的还被强迫服用不明药物 最后议员们也建议依照佛兰克沃尔夫 国际宗教自由法案 对迫害张绍杰牧师 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参与宗教打压的高层官员和公安人员进行调查 禁止他们入境或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